昨天的故事我们说了洪汉义 因为与水防何安乐的一次12对200人的江湖厮杀 是洪汉义一战成名 很多网友希望我能捋捋何安乐的故事 今天咱们就讲讲为啥香港社团百年兴衰 帮派犹如过江之急 而何安乐却能至今屹立不倒 洪汉义义文中已经说过了 何安乐之所以叫水防或者汽水防 是因为社团里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安乐汽水厂的工人 因此而得名 当然了也不是整个安乐汽水厂的工人都是社团成员 肯定只是那不服管的一小波 同时在何申和的译文中已经介绍过和字的由来 并且和和图内部都是各个工厂的工人阶级共同联盟组成的互助会 而何安乐就是互助会中的一个 1909年经过和和图的分裂 延伸出了很多独立的帮派 何安乐也是其中的一堂 但是由于体量太小 虽然独立 但是勉强也就是一个具有社团性质的小团体 想要发展不找个大腿抱住 根本生存不下去 于是何安乐的创始人大眼胜就满香港的血模 最后决定抱紧何慎和这条大腿 隶属于何慎和旗下堂口 如果何安乐一直如此 后来也不会出了那么多的猛人 小不拉击的早就玩完了 而何安乐之所以能够崛起 有个人就不得不说了 他就是江湖人称白面书生的温贵 大家知道一半江湖绰号 都是根据此人性格特点而来的 名字可能会出现偏差 但是外号一定不会 温贵并不是香港本土人 也是因为战乱偷渡到香港的众多人之一 在内地时 温贵是一名诗所里面的教书先生 出到香港 温贵很快就摸清了形势 要想发展必须加入社团 但是苦于没有门路 因为那时候的香港社团 大多数都是同乡会的形式 外人不是不能加入 但是你的体格健壮 能打能砍啊 这温贵是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教书先生 哪个帮会愿意收留 直到1921年 温贵才好不容易加入了 小不拉击的何安乐 出入社团 那肯定就是个底层的麻仔 也就是跑跑腿 打打砸这些零碎细活 如果是一般的粗人 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反正就是混口饭吃 但我们前温已经说了 温贵这个人可不是一个粗人啊 熟读师书的他 有着强烈的企图心 就是在等一个机会 那时候因为社团之间非常混乱 为了利益不停地厮杀 所以机会每天都会有 那为什么又要说等呢 因为作为麻仔的温贵 想要迅速上位 必须要把机会利益最大化 一次 何安乐的座管大眼圣 跟另一个小不拉击的社团 和盛堂 和盛堂是和盛堂 和盛和是和盛和 千万不要混淆了 休战的时候 双方约好在大观酒楼 一起坐下来 聊聊地盘划分的问题 知道消息的温贵 马上建议大佬和谈之前 先在酒店埋伏好人马 等和盛堂到了之后 一举拿下 大眼圣当时听完温贵的建议 愣了半天 呆呆地望着温贵 最后说了一句 不愧是读书人啊 真他妈阴险 虽说是玩笑 但要知道 那时候的社团 都是由工人组成的 虽然脾气暴躁 但本质上还是比较普质的 就是带人硬刚 今天你不打死我 明天我继续跟你刚 像这样具有战术性的激战模式 他们还是不会去想太多的 有时候也不能说不会 只是可能不屑吧 而讲过温贵一顿三国式的计谋 给老大这段分析 最后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 果然毫无准备的和尚堂 被埋伏的和安乐 打得落花流水 经此一战 和安乐一跃成为了 和尚和下属最大的堂口 此时的和安乐 虽然还不能和和尚和叫板 但也不是之前 那个小布拉基 谁都能拿捏的了 同时温贵也因此一战 迅速从一个四九仔 成为了和安乐的白纸扇 见社团的扎树 从此得名白面书生 给大家简单普及一下 社团知识哈 四九仔就是社团中的普通成员 也就是我们看电影中的那些小弟 白纸扇就比较好理解了 就是军师出谋划策的人 而扎树可就厉害了 那属于社团财务总监了 在很多时候 那可以说是跟座管 差不多的地位了 就算座管要用钱 也得财务总监批 当上财务总监的温贵 终于有机会一展报复了 他把社团内不挣钱 和利润低的生意 停得停 换得换 重新梳理了企业的财务架构 以及投资方向 而改革的第一步 一定要从内部实施 所以他先来了个会员制 帮派内部再测会员 每人每月交六毛钱 按现在换算的话 差不多相当于一百块钱吧 收上会员费后 他把之前停掉的 卖掉的现金 又在油麻地租了个写字楼 用这笔钱来放高利贷 你看看这经营模式 就算放到现在 是不是也不落伍啊 何安乐至此 裁员广进 日进斗金 用放贷的钱 继续扩充人马 然后再收会费 再放贷 你看这个经营模式 有没有种 似曾眼熟的感觉呢 眼熟就对了 你没发现 温贵的这个模式 跟现在很多互联网企业的 经营模式差不多吗 短短三年时间 温贵就把何安乐 打造成一个 和胜盒下面的超级汤口 规模扩大了十倍 1930年 和胜盒正式脱离和合图 独立成为一帮人之后 温贵一看内心也躁动了起来 野心膨胀 岂甘于久居人下 经过他的苦心谋划 良性循环的会费放贷模式 终于在四年后的1934年 何安乐脱离和胜盒自成一派 脱离和胜盒后的何安乐 在温贵一系列的改革梳理下 帮会效率大大提升 资金越发的雄厚 成员直线上升 至此 何安乐再也不是那个 小不拉击的社团组织了 而是一个真正可以跟和胜盒 和合图分庭抗礼 掰手腕的帮会了 1941年二战期间 香港被日本人侵占三年零八个月 而何安乐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直到后来的神仙井的出现 才再一次带领着何安乐 掀起了港岛的又一轮社团争霸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